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发一些关于腾生女业女士的一个视频 也没有发关于谢章女士的一个视频 那么你这样做的话不公平 一定还是说要综合各方面的声音都要听到 那好 今天呢我就去把这个谢女士的这个视频给放出来 那么他这个视频呢是在10月16日的时候发表的 那么发表呢因为在17日的时候才流出来 然后我们才看到 然后今天呢做视频又再推迟了一点 那么我们视频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 谢章在这边跟他大家报个平安 我想肯定很晚有些小伙伴都没有睡觉 在等我的视频 抖音账号因为太多人投诉 就直接被禁言了 但是还好 只是禁言三天 不过以这样的投诉的频繁计算的话 应该就是很快整个账号就应该就不会再存在了 大家问我难不难过 是啊 蛮难过的 难过的地方在于 不在于那些辱骂 那些讽刺 在于有可能我就找不到大家了 不过难过 不过难过 归难过 理智一点来讲的话 嗯 如果我就这么放弃或者就这么 我想的话 他们不是很开心吗 对吧 我想 我能做的 就是维持我的初衷 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 解读 派 也带给大家最真实的资讯 同时每天这一条和两条视频 能够陪伴大家一直走到主网 主网过后 会是另外一番天敌 那时候也许大家就不需要我 我就可以去选择别的事情去做 这个时候 不应该像一个读书人一样 只会软弱地躲在角落里面 掉眼泪 还是应该站起来 站起来和那些 谎言吧 去说no 本来还不想公开这张照片的 但是我想既然核心团队 都已经发言 受到这种 伪高共识的 对项目的伤害 我也应该站起来 我想翻博士应该 不会胜我的气 2022年10月16号 我还没有放弃 你呢 那么好 上述视频大家已经看了 这就是谢章女士对于这次的一个舆论 那么这里的话 我看了上述视频之后 我进行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总结 就谢女士放出他和范城雕博士的和尼古拉斯博士的一个合照 那么这张有三点 值得我们去观察 第一呢 就是说谢女士在对外有讲过和范博士 他们是朋友关系 那么如果是朋友关系的话 就应该去询问一下 这张照片是否是公开 能否去公开这张照片 因为公开这张照片的时候 如果说只是范城雕博士和尼古拉斯博士 他们两个人的合照 其实不存在 人家本来就是两口子 那么他们也属于是派的项目的共同的一个缔造者 那么所以他们的照片出来 是没有任何对于社区的影响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如果说参与了第三方 那就是相当于是谢女士和他们项目方 到底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 这来会引起社区里面的一个猜测 从而呢 公开照片是否会为项目方带来一定的困扰 这点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那么第二 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如果说范博士和谢张女士 他们并非是朋友关系 仅仅是因为在斯坦福大学有过见面 那么谢女士去参与了这次斯坦福大学里面 内部的一个会议的时候 那么他们随意拍的一个照片呢 那么这样的话就无法摆脱人们的一个猜疑 那么谢女士是否有利用 接触上层来加权自己的一个影响力的这个嫌疑 那就相当于有的人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他因为和上层的一些名人 或者说一些大V进行合照 那么留下一些照片 那么从而呢 提升了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 在现实时空中其实是有的 所以说就不难让人们去怀疑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在里面 那好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那么还有第三点就值得我们去观察 就是不知道这次社区之间的争斗 会不会给范博士和尼古拉斯博士呢 注意到 如果说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发展呢 最终给社区之间呢 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议论 那么他们以后还会随意的和别人拍照吗 那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那好这呢就是关于我们派友之间啊 对于这次谢张女士公布他和范博士和尼古拉斯博士的 这张图片的背后所带来的一个观察 那好对于事情的观察 我们不能说是只占一方 那么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谢张女士而言的话 这次的争斗中呢 他是否是不得为而为之的 这点我们要考虑 因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在网上里面 几乎非常多的议论 或者说一些议论呢 都是导向指责他的 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原因 最终他在这个视频最后公布的这张照片呢 那么我们知道 在最早的这个照片公布的时候 在推特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 去传这个照片的时候 实际上这张谢张女士这边是被裁了的 或者说他的脸部呢 是打了红色马赛克的 做说明呢 一开始的时候 谢张女士也知道 他直接公布 或者公开 他和项目方的一个合着呢 会给项目方带来一定的困扰 或者说是负担 所以说他就打了马赛克 那随着后来 这个社区之间的舆论 或者说言论 越来越多了之后 他不得而为而为之呢 这也不视为是另外一种观察 从这些分析中 我们能够得到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派项目和社区之间 是成为一个八字型的结构 就说项目在上层 社区在下层 那么在中间呢 没有一个很好的 层上起下的一个衔接 并且呢 社区的人群过于的庞大 那么已知的是 现在拥有的活跃矿工 就是三千五百万了 每天需要三千五百万的矿工 去获得消息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社区 和庞大的信息量的 那么同时来自项目方 直接沟通的这个信息量呢 是非常的稀少 并且项目方自身要处理的事情呢 也非常的多 才导致了社区人们 对于项目方的发展的消息 渴望程度是非常的高 希望得到项目的进展 希望得到项目方更多的一个消息 那么这是社区里面的一个渴望 那么当人们知道 无法直接从项目方那里 去获得一手消息 就会将目光呢 看向有能力的人 或者说和项目有接触的人的身上去 或者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实质性消息的人的身上去 这就是在内地区 为什么有那么多社区的领导的原因 那这是什么分析的专家 那是什么分析的行长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队长 就会出现这样无数的专家 队长 还有教授等等的出现 那这呢都是表示出了底层人们 底层社区的人们 对于这种拍项目的信息的渴望程度 那么而社区领导之间又互相看不上 那么意识形态的不同 会导致内部的一个内耗 那么从而呢 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那么所以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看似偶然发生的事情 其实它有必然性 那么今天谢章女士这样的表达 造成了腾生与与业女士和谢章女士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不满 或者互相的攻击 社区与社区之间的互相站队不一样 互相的去攻击 互相去内耗 看似来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实际上呢 如果说没有谢章女士 那么也有其他的女士 或者其他男士 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么解决的方案是怎么样呢 我个人认为啊 项目方案直接公开 项目大致的工作 情况是什么样的 你大大方方的在你的推特 或者说在你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公开 因为你以前就告诉了你 因斯格尔姆推特 还有在 YouTube 或者等等等等的一些社交媒体 已经公布了那么多 哪些是官方的社交媒体吗 那你就利用这些社交媒体 每天去传播 你们在做哪些事情啊 让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 没有必要去听别人讲什么 而是直接可以查证到 项目方真真实正在进展的哪些东西 那么为了防止项目方的核心被透露呢 那你可以不用讲细节 只讲我们今天干了些什么 我们这段时间在做什么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社区之间的问题 当然可能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现在项目方的因为太忙 没有办法去顾及社区之间的一个情绪 或者说社区之间的一个言论 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去做 还有什么办法 如果说时间不够 可以去志愿者去为社区发源 那么这些呢可以让志愿者去做嘛 那么我相信会有非常多人 愿意无偿的去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社区里面很多人其实是愿意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的 那么一旦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信息来源之后 并且是由官方统一的信息来源 那这个时候社区里面的分化就会慢慢的逐向统一 从而来减小社区之间的一个内耗 我相信呢以后项目方肯定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善 满满的将这些东西更加完善下去 但从目前而讲的话 可能项目方还没有办法去注重到关于社区的这一块 因为本来现在项目内部的一些事情 其实也非常繁琐了 项目方的核心团队的人员也比较的少 想去做这些更多的技术上的事情 而你这种从为管理人方面的话 相较于还比较难 管技术费的是劳力 你的一个澄清的时间 而管人的话你更多的是你的精神内耗 那么管人是不好管的 所以说可能在社区这边的话 会在后期才会慢慢慢慢逐步的去走向统一 那像现在的这种社区里面的乱象 或者说大家意识形态的不同 产生逐步的内耗呢 这种现象我相信还会持续进行下去 那好 这呢就是我今天的整个的一个看法 那以上的看法 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和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你有什么样更好的解决方案 或者说其他的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与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